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非常复杂且具挑战性的话题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囚犯交换名单 这份名单囊括了多名被指控间谍罪 西方记者和政治犯的情况 从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凡 格什科维奇到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伊利亚 亚辛 再到因反战行动被判刑的艺术家萨莎 斯科齐连科等人 同时我们也会探讨那些被释放回俄罗斯的囚犯 如被指控暗杀的瓦迪姆 克拉西科夫 以及其他深度掩护的俄罗斯间谍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揭示了当前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还凸显了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囚犯交换名单 一场国际政治的角力 在这场牵动国际神经的囚犯交换中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些故事既充满了阴谋与斗争 也饱含希望与人性的光辉 伊凡格什科维奇 首先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伊凡格什科维奇 这位记者在叶卡捷林堡进行报道时 被俄罗斯当局以间谍罪名拘留 成为苏联解体以来首位应该罪名被捕的西方记者 俄罗斯声称他为CIA收集情报 但从未公开任何确凿的证据 格什科维奇 他的报社和美国国务院都否认了这些指控 他在一次快速闭门审判中被判处16年监禁 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媒体和政界的广泛关注 谴责俄罗斯利用记者作为政治筹码 据《卫报》报道 这次判决被世卫对新闻自由的严重侵害 保罗、惠兰 同样被关押在俄罗斯的还有保罗、惠兰 一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他于2018年因间谍罪被捕 并自此一直被关押在俄罗斯的高墙内 惠兰拥有英国、爱尔兰和加拿大国籍 他坚持认为这些指控是捏造的 BBC报道 他在监狱里的生活极其艰苦 每天在监狱工厂缝制工作服和帽子 住的营房发霉且没有供暖 去年年底 惠兰的家人表示 他被另一名囚犯打破了眼镜 这些细节无不让人感受到 他所面临的困境 阿尔苏·库尔玛舍娃 另一位被拘留的是47岁的阿尔苏·库尔玛舍娃 自由欧洲电台驻布拉格的编辑 拥有美俄双重国籍 他在探亲期间被捕 原因是 未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并散布有关 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虚假信息 这次逮捕引发了人权组织的强烈反应 批评俄罗斯利用法律手段打压异议声音 伊利亚·亚辛 伊利亚·亚辛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之一 曾是2015年被杀的鲍里斯·涅姆佐夫和今年早些时候在监狱中去世的阿列克谢 纳瓦尔尼的长期盟友 去年 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 他选择留在俄罗斯而不是移民 因为他认为在乌克兰入侵后 留在俄罗斯病发生是重要的 亚辛的勇气和坚持让他成为反对派的象征 但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奥列格·奥尔洛夫 70岁的奥列格·奥尔洛夫是苏联时代异议运动的老兵 是俄罗斯最受尊敬的人权捍卫者之一 他因批评俄罗斯军队而被判处两年半监禁 这位获得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纪念组织的领导人 在被捕前 曾长期致力于揭露俄罗斯政府的暴行 自由之家临时总裁妮克·比宾斯·塞达卡 对奥尔洛夫的释放表示欢迎 并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当局释放大量政治犯感到欣慰 萨莎·斯科齐连科 33岁的反战艺术家萨莎 斯科齐连科因在圣彼得堡一家超市 用反战信息替换价格标签而被判处七年监禁 国际特赦组织宣布他为良心犯 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艺术家的行动被视为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抗议 但却因此付出了自由的代价 弗拉基米尔·卡拉·莫尔扎 42岁的长期反对派政治家和活动家弗拉基米尔·卡拉·莫尔扎 曾指控克里姆林宫在2015年和2017年两次试图毒害他 去年他因批评乌克兰战争和与不可取组织有联系 而被判处25年监禁 卡拉·莫尔扎的家人表示 他在监狱中因早期中毒的后遗症而出现健康问题 自由之家对卡拉·莫尔扎的释放表示欢迎 称他为我们长期的合作伙伴和自由奖得主 凯文·利克 19岁的凯文 利克是俄罗斯最年轻的叛国罪犯 去年12月 他因向外国国家代表发送照片 而被判处四年监禁 利克拥有德俄双重国籍 出生于德国 12岁时随家人移居俄罗斯 这位年轻人的案件引发了国际关注 尤其是在德国 利克的家庭和支持者呼吁政府介入 利克 克里格 与其他交换囚犯不同 利克 克里格被关押在白俄罗斯 他因在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指示下 进行恐怖袭击 而被判处死刑 在国家电视台的情感访谈中 他恳求宽恕并要求德国政府干预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于周二赦免了克里格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白俄罗斯司法系统的批评 克谢尼亚 法德耶娃 克谢尼亚 法德耶娃是已故阿列克谢 纳瓦尔尼在西伯利亚城市托穆斯克的同事 他在2020年纳瓦尔尼被诺维乔克神经毒气毒害时 与他在一起 后来他当选卫世议会议员 然而 俄罗斯当局在2021年取缔了纳瓦尔尼的组织 去年法德耶娃因组织极端主义团体被判处9年监禁 他的案件再次凸显了俄罗斯政府对异议声音的打压 莉莉亚 查尼社娃 莉莉亚 查尼社娃是纳瓦尔尼的地区协调员之一 负责乌法师的办公室 他因组织极端主义社区被判处7年半监禁 今年4月 检察官认为初判过于宽松 刑期延长了两年 这位女性的勇敢和坚持使她成为反对派的象征 但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返回俄罗斯的囚犯 瓦迪姆·克拉西科夫 在囚犯交换中 瓦迪姆·克拉西科夫的名字尤其引人注目 这位58岁的俄罗斯人曾因谋杀罪在德国服刑 2019年8月23日 他在柏林市中心的小蒂尔加藤公园附近 杀害了格鲁吉亚公民 泽利姆汉 汉戈什维利 德国法官表示 克拉西科夫是受俄罗斯当局的指示刑事 当局为他提供了虚假身份 护照和资源来实施这次谋杀 据报道 克拉西科夫曾在联邦安全局FSB的一个特种部队服役 多伦多星报报道 普京曾表示 俄罗斯愿意用克拉西科夫交换被俄罗斯关押的 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 阿尔杰姆 杜尔采夫和安娜 杜尔采娃 这对夫妇是非法人员 长期派驻国外的深度掩护俄罗斯间谍 任务可能持续数十年 他们假装成一对名为玛丽亚 梅耶和路德维希 吉诗的阿根廷夫妇 分别是画廊经理和IT企业家 他们住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亚纳 据信在那里为俄罗斯情报部门执行任务 去年底被捕时 据《卫报》消息来源称 他们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大量现金 数了好几个小时 米哈伊尔·米库申 另一名俄罗斯非法人员米哈伊尔·米库申 在挪威被捕 他使用巴西身份和赛 阿西斯·吉安玛里亚 他在挪威北部城市特罗姆色被捕 当时他在一所大学担任研究员 讽刺的是 他的研究方向是混合安全威胁评估 他原定于9月受审 弗拉迪斯拉夫·克柳申 与克里姆林公有联系的俄罗斯商人 弗拉迪斯拉夫·克柳申于2023年9月 被波士顿法院判处9年监禁 因其参与了一项 价值9000万美元的内幕交易计划 该计划涉及多家公司的秘密收益信息 克柳申是莫斯科一家与俄罗斯国防部合作的 IT公司的所有者 是美国拘留的最高级别俄罗斯人之一 罗曼·塞列兹涅夫 俄罗斯杜马议员之子罗曼 塞列兹涅夫于2014年 在马尔代夫机场度假时被捕 三年后在华盛顿被判处27年监禁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黑客相关刑期 塞列兹涅夫以其黑客名 Track2文明 被美国法院指控对数千家美国企业 进行网络攻击 造成1.69亿美元的损失 瓦迪姆·科诺森诺克 瓦迪姆·科诺森诺克 因参与一项出口美国制造技术 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用的计划而被捕 最初在爱沙尼亚被拘留 后来转移到美国 科诺森诺克被指控参与了塞尔尼亚网络阴谋 该网络由七名俄罗斯人和美国人组成 涉及非法采购和运送数百万美元的西方军事硬件 给俄罗斯军事联系人 巴伯罗·刚萨雷斯·帕维尔·鲁布佐夫 拥有西班牙和俄罗斯双重国籍的巴伯罗·刚萨雷斯 是一名记者 曾多年为西班牙出版物工作 经常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活动 他于2022年3月在波兰靠近乌克兰边境被捕 自此一直被关押在波兰监狱中 被指控为俄罗斯间谍 波兰官员表示 他为GRU军事情报工作 利用记者身份在世界各地旅行并进入冲突地区 波兰因为公开任何证据而受到新闻自由组织的批评 刚萨雷斯否认了这些指控 这次囚犯交换 无疑是国际政治的一场大博弈 每一个被释放的人 每一个仍在监禁中苦苦挣扎的人 都是这场博弈中的一颗棋子 自由之家对这次交换表示欢迎 指出这是民主与专制对比的最好例证 民主国家展示了他们致力于保护那些被不公正监禁的人 无论是他们自己的国民 还是那些在全球为自由奋斗的外国民主捍卫者 而普京的政权则利用俄罗斯公民和外国访客 作为政治筹码 为已知的犯罪分子和间谍的释放进行谈判 尽管这次交换给被释放的人带来了希望和自由 但仍有许多人被不公正地拘留在俄罗斯和其他专制政府的高墙内 自由之家强调 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仍在监禁中的人 不会停止支持那些致力于自由事业的人权捍卫者 这些勇敢的个体 他们的勇气和坚持将继续激励着全球范围内为自由奋斗的人们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囚犯交换名单 反映了两方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对峙与互动 这些交换不仅涉及个人命运 更是国际关系中的一部分 折射出各国对人权、法律和国家安全的不同观点与处理方式 离开俄罗斯的囚犯 一·伊凡·格什科维奇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 2023年3月在叶卡杰林堡被捕 遭指控为CIA收集情报 被判16年监禁 但从未有公开证据支持这些指控 二·保罗·惠兰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2018年因间谍罪被捕 声称指控捏造 被关在条件恶劣的俄罗斯监狱中 三·阿尔苏·库尔玛舍瓦 自由欧洲电台著布拉格的编辑 拥有美俄双重国籍 被捕时被指控为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且散布虚假信息 四·伊利亚·亚辛 俄罗斯知名反对派领袖 因乌克兰战争后选择留在俄罗斯发生被拘捕 五·奥列格·奥尔洛夫 俄罗斯人权捍卫者 因批评俄罗斯军队而被判刑 六·萨莎·斯科齐·联科 反战艺术家 因在超市替换反战信息被判刑七年 七·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 反对派政治家 因批评乌克兰战争和与不可取组织有联系 被判25年监禁 八·凯文·利克 俄罗斯最年轻的叛国罪犯 因向外国发送照片而被判4年监禁 九·里克·克里格 白俄罗斯拘留的囚犯因恐怖袭击被判死刑 后来被赦免 十·克县尼亚·法德耶瓦 纳瓦尔尼的同事被判组织极端主义团体罪 刑期九年 十一·利利亚·查尼舍瓦 纳瓦尔尼地区协调员因组织极端社区被判刑 返回俄罗斯的囚犯 一·瓦迪姆·克拉西科夫 因在德国柏林刑刺格鲁吉亚流亡者而被捕 德国称这是俄罗斯官方受益的行动 二·阿尔杰姆·杜尔采夫和安娜·杜尔采娃 假扮阿根廷夫妇的深度掩护俄罗斯间谍 在斯洛文尼亚被捕 三·米哈伊尔·米库申 使用巴西甲身份在挪威被捕 研究混合安全威胁 四·弗拉迪斯拉夫·克柳申 因参与价值9000万美元的内幕交易计划 在美国被捕 五·罗曼·塞列兹涅夫 因网络攻击罪 在美国被判27年监禁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六·瓦迪姆·科诺申·诺克 因参与向俄罗斯 非法运送西方军事硬件而被捕 七·巴伯罗·刚萨雷斯·帕维尔·鲁布佐夫 拥有西班牙和俄罗斯双重国籍的记者 因被指控为俄罗斯间谍 在波兰被捕 这些囚犯交换案例 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的复杂性 特别是在涉及间谍活动 政治抗议和人权问题时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 在这些案件中的互动 不仅仅是对囚犯的交换 更是对国际政治 法律和道德标准的考验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首先要说明一点 那就是俄罗斯在囚犯交换中的策略 并非毫无道理 从历史上看 囚犯交换是一种 古老且行之有效的外交手段 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间谍交换 到现在的俄罗斯 与西方国家的囚犯交换 这种方式不仅能保证 双方公民的安全 还能缓解国际紧张局势 比方说 伊凡·格什科维奇的释放 使得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 沟通渠道更加顺畅 这对于全球和平是有益的 啊 楚天说 我真是佩服你能把这摩明显的 政治交易描绘得这么浪漫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俄罗斯拿无辜的外国记者 和活动家作为政治筹码 这说白了就是国际绑架 你这么说 岂不是在为绑匪辩护 就像普京所谓的爱国者 瓦迪姆·克拉西科夫 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一个车臣流亡者 这种人应该得到司法公正的审判 而不是被释放 这是对法治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这次囚犯交换可真是个大戏啊 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上演了一场 你来我往的交换交易 就像恶棍和英雄的对决 只不过这次的恶棍和英雄都在监狱里 首先 咱们来看看离开俄罗斯的这些倒霉蛋们 伊凡 格什科维奇 华尔街日报 的记者被指控是CIA间谍 俄罗斯说他是间谍 但证据呢 咱从来没见过 保罗 惠兰 前海军陆战队员 也被扣了间谍的帽子 还在潮湿发霉的监狱里逢工作服 还有很多被捕的政治犯 比如伊利亚 亚新和奥列格 奥尔洛夫 人家只是说了几句不满俄政府的话 就被判了年限不等的监禁 总之 这群人感觉就像被莫斯科一把抓进了大牢 然后用来和西方交换一些重要的俄国人物 再来看看这些被交换回去的俄罗斯人 瓦迪姆 克拉西科夫 这可是普京的头号交换对象 因为他在柏林公园枪杀了车尘流亡者 克拉西科夫被认为是FSB的前特工 这次回家估计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还有娜对假装成阿根廷夫妇的深度掩护 间谍杜尔采夫夫妇 这两口子也被抓了 办公室里面现金堆得像小山一样 数了好几个小时 这些人听起来都像电影里的间谍角色 实在是令人折舌 自由之家对囚犯交换的反应也很有趣 他们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这波操作是又高兴又担忧 高兴的是 很多被不公正监禁的政治犯和外国记者终于获释了 比如弗拉基米尔·卡拉 穆尔扎和伊凡·格什科维奇 自由之家临时总裁尼可、比宾斯、塞达卡还说 这场交换展示了民主政府与专制政权的对比 前者致力于保障被不公正监禁者的自由 而后者则是把人当作谈判筹码 最后普京把克拉西科夫当成爱国者 这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克拉西科夫因为在柏林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被德国法院判定为国家命令的谋杀 普京却说这家伙是清除匪徒的英雄 也就是说 这种行为在普京眼里是爱国行为 而不是冷血谋杀 这个操作可真是大开眼界了 总的来说 这次囚犯交换把双方的底牌都亮了出来 俄罗斯用这些高调政治犯和外国人 直来换取他们的特工和重要人物 显示出他们对这些人的重视程度 同时也曝露了他们的强硬和不屈 而西方国家则展示了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公民 和那些因自由言论被捕的人士奋斗到底 这两者的对比就像天壤之别 这场戏码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不知道下一次还会有什么样的戏剧性发展呢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